战略与指标 战略元素的表示与存取方法 在这个小单元当中 我们将陆续跟各位介绍 战略元素的表示与存取方法 以及举几个例子来辅助说明 分别是以意为战略来存取成绩 还有寻找战略元素里面的最大值 接下来是提招比赛的积分 以及显示成绩几具人数分布图 最后一个范例是飞式数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战略元素的表示与存取方法 战略元素的表示与存取方法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宣告一个能够储存无比整数的意为阵列A 然后接下来可以让程式操作者依序输入无比整数 并且把这刚刚所输入的无比整数把它储存在阵列A里面 再依照缩影值依据显示储存在阵列A中的无比整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怎么写 题目要求是要宣告一个能够储存无比整数的意为阵列A 所以我们在这个程式的第一行打上一个INT空格A瓜乎5 这个代表我们宣告了一个意为阵列A 然后这个意为阵列总共有五个阵列元素 而且这五个阵列元素全部通通都只能够储存整数的资料形态 接下来的话要让程式操作者依序输入无比整数 然后把它们储存在对应的阵列元素当中 所以在这个染色区块里面最主要就是要完成这个功能 我们使用了一个for回圈 然后回圈变数i从0开始一直变化到4为止 然后依序输入a瓜乎i 也就是我们把每一个输入的整数把它储存到对应的阵列元素里面 程式操作者输入完毕之后 接下来在程式的最后两行 我们再度使用了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回圈变数一样i从0开始 只要是i小于5的情况之下 就会反复的执行这个回圈内容 那回圈内容 其实主要就是要显示每一个阵列元素里面的内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执行方例 假设说程式操作者所输入的无比整数分别为 2 0 6 3 跟21 这无比整数就会分别把它储存在a帧列里面的帧列元素里面 然后接下来在程式的最后两行的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到i从0开始 这个i是0开始的话对应到第0个帧列元素 只要是i小于5的话就会反复的执行回圈 那么满足这个条件的最后一个i就是4 所以我们会依序显示a括弧0的内容是2 然后a括弧1的内容是0 以此类推一直显示到a括弧4等于21为止 以1为阵列来存 以1为阵列存取成绩 比如说我们要撰写一个程式 那允许使用者可以输入国文英文数学的分数到1为阵列里面去储存 并且计算总分与平均分数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程式要如何来赚钱 假设说我们现在宣告了一个1为阵列 而且这1为阵列除了要储存国文英文跟数学的成绩 这三笔资料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阵列元素要用来储存总分跟平均分数 那假如说这一个阵列的名称叫score 所以这一个score阵列的话就必须要有5个阵列元素 因为除了前面3个阵列元素是储存国文英文跟数学的原始分数之外 score3我们把它规划来储存这一个学生的总分 另外score4是要用来储存这一个学生的平均分数 那么既然有牵扯到平均分数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我们预计把这个score阵列把它宣告成一个浮点数形态的一个阵列 所以我们预计把它宣告成Double的资料形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城市要如何撰写呢 我们首先宣告一个score阵列 然后它有5个阵列元素 那因为score阵列里面有储存到平均值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把score阵列全告成Double的资料形态 在城市一开始的地方 我们打上了Double score瓜乎5 然后它们的预设值等于0 这个意思就是把score阵列里面每一个阵列元素的初始值 全部把它设定为0 接下来的话我们跑一个for回圈 for回圈里面的回圈变数是一个整数i从0开始 然后在i小于3的时候 我们要反复的来执行输入以及加种总分的这个动作 因为i是一个整数 所以要满足i小于3而最后一个整数 应该i就是2 一开始的时候i等于0 那代表的是我们现在要输入的是国文分数 接下来把这一笔国文分数score瓜乎0 把它加种到score瓜乎3里面去 接下来i++i会变成1 那回圈内容就是会变成c in score瓜乎1 这时候我们代表的是输入英文分数 接下来在输入完毕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score瓜乎1 继续把它加种到score瓜乎3里面去 再来i++i会变成2 那回圈里面的内容就会变成c in score瓜乎2 那score瓜乎2代表的是我们的数学分数 那同样的在输入完毕之后 也一并的把这个score瓜乎2把它加种到score瓜乎3里面去 所以当回圈执行完毕之后 这个score瓜乎3就是国文英文跟数学的总分了 假如说我们已经全部都输入完毕之后 然后城市会离开回圈 这之后我们就可以将score瓜乎3 代表总分的这个正月元素把它拿来除以3 因为有三科的分数 三个学科的平均的话就是总分除以3 那总分除以3的结果 就把它储存到代表平均分数的正月元素里面去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要显示资料的一个部分 大家看到白色的字体的部分 首先c out就是一个标题的部分 上面分别显示国文英文数学总分跟平均这五个分项 然后城市的最后两行一样跑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的回圈变数从0开始 然后只要是i小于5的时候要反复执行这个回圈 因为我们的score阵列 它们的所影子范围就是从0到4为止 那所以说我们把回圈的执行条件把它设定为i小于5 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回圈里面的内容要c out setw6这一个韩式的意思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在setw6后面的这一笔资料叫score括弧i 它会占用6个栏位空间 而且每一笔score括弧i都会靠右对齐 那score括弧i这个i的内容就是从0一直变化到4为止 因为我们在程式里面有使用到setw这个韩式的话 那就必须在程式的最前面把iom and ip这个标头档把它include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执行的结果 比如说程式操作者输入的国文英文数学分数 分别是90分80分跟100分 然后输入完毕之后 在排射的地方就会显示 国文成绩是90分 英文成绩80分 数学成绩是100分 然后总分是270分 平均的话是90分 接下来我们将陆续再举几个例子 来帮助各位同学了解正列的存取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